保住台湾很重要 保住台湾 每个人都有责任 下架民进党 柯文哲 侯友宜历史的抉择 大选择 郭台铭说要郑重邀请 柯文哲 侯友宜参加主流民意大联盟 坐下来喝杯咖啡 好好谈彼此合作 打败赖青的大野狼 当三只小猪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最后是猪小弟一砖一瓦的努力 砌成了很坚固的砖屋 所以三只小猪团结 才能够击退大野狼 好 来了 当然我们知道郭台铭 目前的民调 当然都是稳稳的垫底 第四名 所以今天很多人觉得说 对 合作是应该的 合作是应该的 下架民进党是应该的 但怎么可以整合呢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历史抉择 历史抉择要怎么选 赢嘛 一定要赢嘛 重点是下架民进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侯友宜说 受到征召之后 他先讲这个郭台铭 三次登门拜访郭台铭 但不得其门而入 那么现在呢 他说我要展现更大诚意 再次登门拜访 然后挺郭的人士说 郭台合作只有两种可能 那就是郭科配 郭侯配 他一定要当正的 没有负的选项 但问题是 这样能赢吗 民众会支持吗 所以你看到有很多分析 历经四角都民调 郭台铭排名始终是老四 加上他过去的毁信的前科累累 连柯文哲都吓坏了 这个没有筹码的朱老四 拿什么来叫牌呢 所以亮哥你怎么看 这个郭台铭现在叫牌 但不管如何啦 我觉得就是赢是大家共同的希望 下架民进党是大家共同的希望 保住台湾也是一样 所以历史的抉择是不是应该快了 应该要赶快要痛下决心 我拿讲的利益良善 就是说三只小猪加起来就超过大野狼 对不对 不过这种事情就是听其言观其行 你接下来做什么事 如果他再加上一句说我赠的负的都可以 即使是没有参选 或者说我在未来可以帮政府做点事 我也愿意 如果他讲到这个程度 那就好处理了 重点是他每次都说让大哥先做四年 那怎么办 现在的问题在这儿嘛 对不对 当然郭台铭参选他有他的正向的动力 这个蔡正元也讲过了 他说如果他不出来像一条链鱼 把你滚一滚 所以亮哥你觉得呢 这个咖啡能不能喝怎么喝 那除了喝咖啡之外 接下来823可能也有这个见面的机会 他会是个拐点吗 目前柯文哲已经表示他不去 我不知道何友宜会不会去 搞不好也不去 目前是这样 因为我们今天有看到另外一个民调 说赖清德抗好度高达56%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看到侯友宜的民调追上何文哲 那那个民调结构 如果三个人选是433 433也是一样 3跟3相持不下就保送了4 对不对 那如果三个人选变成4222 那三个人相持不下也是保送了4 就你明明加起来是赢了 那为什么就整合不来 对不对 那所以我是觉得这样 就是说我们当然可以理解 侯友宜跟柯文哲都想冲到 就是仅次于赖 然后到时候登记参选之后 想要来呼应气宝 不过我坦白说 我根据我们过去对选举的观察的经验 除非像王建轩这样 就根本没在选 否则气宝真的气不干净 气不干净 比如说2000年连战也拿到24% 对不对 那宋楚瑜才输陈雪扁多少 才输3% 那连战如果低于20% 宋楚瑜就当选了 对不对 就说如果是相争一下说硬搞气宝 说那你要气宝给我 那那个人还在奋力一搏的情况下 事实上是气不干净的 所以大家才会希望说 有一点默契吧 大家要谈一谈吧 我觉得现在大概能够做的就是说 大家至少要摆出一个态度 就是说不一定我当政的 这个第一句话一定要先讲出来 那第二句话就是说 我们是定哪个时间为准 你说不一定我要当政 这个三个人都要先 都要讲 三个人都要讲 说不一定我要当政的 OK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定个时间点 比如说10月底 10月底 10月底 那现在大家去各自努力嘛 对不对 这个就好像法国 我们就可惜不是法国的制度 法国的制度是两轮投票 第一轮就是大家都冲嘛 那第二轮只有两个人可以晋级嘛 如果台湾是两轮投票 那这次根本没有问题啊 那新的一定输的嘛 因为第二轮他一定输啊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因为只有一轮嘛 所以我们是不是来设定 10月底当作第一轮结束好不好 这是个好方法 对不对 我们说10月底 我们当作第一轮结束 那大家不一定要当政的 到时候就看民调嘛 那如果大家觉得某家民调不公 那我们多一点民调来平均嘛 最困难的是你前面那个前提啦 就是我不一定要当政的 这句话要从三个人的嘴巴中讲出来 难度很高啦 所以秀芳必须从头一直讲到10月底 不因为这个选民看到 你明明可以赢怎么搞成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也要有一种外力啦 就好比 赖清德这次接受彭博访问 那个他当选所必然 恶化的两岸将军已经够明显了嘛 已经开始了 稍后我们就会谈到 是嘛 我知道嘛 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要有一点两岸 如果赖清德当选 你必将面临的步步进逼的危机 从经济的制裁到战争的风险都是 你一定要有这个外面的这种 就是说你会在忧虑 才会逼这三个人你要 你不能只顾你小我吧 你要顾大我吧 那顾大我就是 你是不是第一个你先说我不一定要当政的 我愿意就是接受大家的挑战嘛 然后十月底大家定真章 对 我要问一下两个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标题下得很沉痛 叫做什么 保住台湾 对不对 这个保住台湾是最近 他打破了什么政党 打破了什么个人支持 重点就是保住台湾 我们不要变成乌克兰 不要变成一片废墟嘛 对不对 人民流离失所 下架民进党 这很重要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个历史性的抉择啦 当然是从现在的民调来看 柯侯两个人 那当然这个郭台铭 因为他现在是这个民调落差太大 历史性的抉择来看 但是亮哥讲的很重要就是 我不一定要当政的 请问我们作为选民 作为小小的一票的力量 我们怎么样去逼这些人 把这句话讲出来 我觉得你那个解放非常好 但是怎么样 让他们把这句话讲出来 就是这次的大我是什么嘛 大我就是要保护中华民国 保住台湾嘛 那我这个作为小我 我现在各自努力嘛 我努力到十月底 我如果没有赢 我就愿意当第二嘛 我觉得如果这种 这种风度都没有 那真的你说 你要能够赢爱亲的 那真的是非常困难 这个就是这种声音如何让他出来 因为我坦白讲 我在网路上看 那个中天网路也是有两种声音的 没错 也有很强的声音在支持郭太平 也有支持侯友宜的 那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想定的人 就是就一定要他当选 对不对 我们就留一点弹性 就说开放的态度 只要能够打败赖清德 我们都愿意支持他 可是我们的人 我们让他努力到十月底嘛 那十月底一定要做个决定 因为十一月二十号要登记嘛 对不对 那我们一定要努力促成 登记只有一组啦 对对对 这样就稳超胜券啦 真的啦 你如果十一月二十号登记的是 两组或三组 我那个我讲的是非绿啦 那坦白讲大概就差不多了啦 就大肆底定了 因为气宝真的不容易气干净 对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可以用气宝 以亮哥的一个经验来讲 气宝也不可能 气宝之后的结局 其实还是赖金得上 所以在保住台湾的前提之下 亮哥提供了一个 下架民进党的路径 对不对 这个路径讲得很清楚嘛 一二三时间点都给你指出来 非常清楚啊 完全是可执行的啊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Ok Avo N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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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